第31题,小齐在绳子上的特定位置绑上绳节,并且以3赫兹的频率产生连续周期波,他测得绳坡的阵幅与坡长如右图所示,则经过一次完整振动,绳节的平均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分。 我们晓得速度的算法就是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大的位移,那么我们的频率是3赫兹,所以我们表示一秒钟会震动三次,所以震动一次的时间是三分之一秒。 那么我们又在八年级的时候学过,我们的坡动呢,坡会前进,能量会前进,但是呢介质不会前进,只在原地上下运动,所以我们的绳节会上跟下,然后呢来回震动一次,那么上去30公分,下来也30公分,所以来回总共经过了60公分。 所以震动一次,绳节呢,移动了60公分,所以算出来呢是180,每秒180公分。 因此第三期,听我们说,则经过一次完整震动,绳节的平均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分。 我们答案选的是C180。